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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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那边玩去 喝醉了 滚 大家好 我是金阳 今天聊个话题啊 咱大家 里边有很多人 他们的想法非常好 怎么好呢 现在咱们视频里边经常出一条小狗 大老粗 长得小模样 长得太漂亮了 特别是所有人都喜欢这条狗 主要是咋 要性格有性格 要长相有长相 这个就是十全十美全战了 反祖了 说他是 以前都喜欢黑狗 现在不喜欢了 说的好在哪儿 他们说那个好是什么意思呢 是让我把大老粗留下 直接把黑客给淘汰了 把他 你这黑客已经不行了 直接他那个 把他给卖了就行了 就这意思 我就想问一句 你们说这个事 脑子里那时候想过没有想过 如果要是没有黑客 大老粗怎么来的 是不是啊 你们自己想一想 你们都说黑客不好不好 嗓音非常细 感觉不好 再一个 咱没有出去又打过架 说他没有打架经验 不好 有时候就说了 黑客还不如一条母狗呢 打架 没说你没说你 走走走 滚 他说还有一个还不如一条母狗呢 打架凶 再一个就是太粘人了 动不动你看 要跟主人能打到一起在这玩 你给我滚 哎呀 骂了骂了 踹他 踹他 刚刚就踹他一脚 看着你盆哥 我摔你 所以说啊 黑客是一条黄狗 只不过从小他也没有锻炼过 没有打过架 所以说他的呢 当总工 绝对是好狗 人配狗的时候不用管 你全程的你啥也不用管 你走你的 把母狗一放进来之后 绝对给你搭配成功 他主要的是啥呀 不管是搭配好 主要是他底下的小狗 一个比一个凶 这是为啥呀 对吗 为啥要把他抽了呢 你要现在想吗 如果要是没有黑客 哪来的这么好的狗 对不对 如果要是他的身体结构差 差一点的话 能有这么粗吗 能对能有这么粗的小狗吗 对不对 以后咱们就想明白一件事 如果要是黑客不在了 下边你就配不出来好狗来 还有一个主要的事 大老粗刚三个月 啥也看不出来呢 你等他长长 看看怎么样 是不是 他还没起来呢 就直接把他给把他爹给给给给给找没了 这咋行啊 现在就是啥呢 现在就是二牛有一部分咱家人喜欢的 是吧 然后黑客也有很大一部分对 包括现在大老粗 稀粉更重更多 然后喜欢咱大老粗的可能远超过于咱的咱家黑客了 黑客跟二牛 哎对 就是咱们大家如果看到这个视频的话 就是你们是谁的粉丝 评论区抠起来啊 让杨嫂也看一看 到底现在谁的粉丝比较多 我是黑客的粉丝啊 对哎 反正就是 黑客咱大家也看到他的身高 你老有人问黑客身高到底是多少 黑客从量完66的身高 一直没有量过 闭嘴 对他现在最起码啊滚 你弄我一胳膊口水 你还靠近我吧 我踹你 你没点底线了是吧 是我拿鞭抽你吧 以前我们黑客66 小的时候几个月呢 是6个月的时候 11个月的时候 11个月的时候不到一岁66 我记得没那么大 我记得就几个月的时候就凉了 就在这凉了 66公分啊 他现在他成年了之后 他比以前更猛了一点 你至少 我感觉也得长两公分吧 是吧 没问题 小伙子很棒 你们觉得黑客该淘汰吗 家伙们该不该淘汰 就出那二皮脸的样 该不该淘汰 人家都淘汰你了 你还跟这哈哈笑呢 还跟这 人家都淘汰你了 以后把这嗓音 给弄弄弄清重点 给老师跟娘 这种嗓音的狗多的是 知道吧家伙们 你们还老说黑客嗓音嗓音 我就纳了梦了 不拍视频呢 你们听不着 我们天天拍视频 你一听黑客的哼鸡哼鸡的声音 就烦了 这是加拿大力吗 是加拿大力吗 比较少年 更快 福 Putu 对 控制 感谢观看